歡迎來到戲台咖 戲台放送我愛音樂愛我 我是節目主持人蔡香 現在在我旁邊的 現在在我旁邊的這一位 漂亮的女生 她是台灣音樂劇的 推手的音樂製作 就是作曲 然後也會寫劇本 是非常傑出的一個才女 她叫張欣慈 欣慈你好 哈囉大家好 蔡香好 我們今天想要跟她瞭解一下 就是台灣的音樂劇的一些現象 所以今天我們相信 我們今天的節目 一定會非常非常的豐富 那因為欣慈 她你們現在是自己 自創了一個品牌 叫C Music對不對 那這個品牌 是在什麼機緣下 會想要創造這個品牌 應該是說 從2014年就開始 參與了音樂劇的創作 跟製作 然後這段時間 一直都沒有立案成立團體 但是做了兩年之後 就覺得好像還是需要 為自己打造一個品牌 然後讓自己的作品 讓大家可以認識 就是有像C Musical這樣子的 一個團體在做音樂劇 所以才成立了C Musical 那相信做出這個品牌 應該是有不少困難的地方 中間有沒有經歷到什麼 雖然說就是 說是一個品牌好了 但其實就是獨自一個人的團體 然後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相對來講 因為才剛成立 所以各方面的資源也都還比較少 對 比較辛苦的應該就是這個部分吧 對 所以你們在是負責製作嗎 還是說是 就是 等於就是自己製作 然後自己創作 喔 那是會跟別的劇團合作 還是你們就自己也有一個 自己本身就算是一個劇團 所以就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作品 對 目前是這樣 但也很希望未來就是有機會 可以跟不同的劇團合作 所以其實是 本身就是非常有能量的一個團體耶 喔 哈哈 那 辛子妳的那個簡歷上說 妳之前有到韓國去留學 對 交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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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為什麼想要去韓國 2011年的時候 我就先去韓國製作旅行 然後看了很多音樂劇之後 覺得驚為天人 然後就想說 那不然學校有機會可以申請交換學生 那我就去韓國看一下 因為會覺得像音樂劇 我們會覺得那是百老匯 就是美國倫敦是最厲害的地方 可是在一個離我們這麼近的國家 他們卻把音樂劇的產業發展得這麼好 然後就很想要去那邊學習一下 那妳所謂他們產業發展很好的意思是 像他們每一年大概都有一百多部的音樂劇在演出 然後有可能一半以上是版權音樂劇 就是他們買Browave或是倫敦的作品來做成韓文版 但是相對來講他們的原創作品的數量也很多 對然後光是在首爾大雪路這個地方 可能跟西門町差不多大的地方就有一百多間的劇場 然後每天晚上都有戲在演出 對那他們除了有些戲是像 就是所謂的定幕劇 常年一年都四季無休的在演出 那譬如說一些比較大型的作品的話 他們也是會一檔上去就可能演兩三個月以上 對那這樣的狀態在台灣目前還是沒有的 是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說就是 韓國他們是整個演藝生態 就是他們的應該說戲劇啊 劇場生態就是很發達嘛 還是只有在音樂劇這個部分是有長期的在栽培 戲劇的部分其實也是的 就是他們的戲劇的話也是跟音樂劇一樣 一上檔可能就會演兩三個月看大小 對所以而且他們的演出主要都是製作公司在做 就是跟台灣比較多是劇團 然後自己在經營自己的演出 這個方向是概念是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也可以說他們可能資金上 或資本上會比較雄猴 會是他們在做戲其實是一個投資的概念 比如說他們今年買了Ghost回來做 他並不打算就是他在第一輪可能這半年的演出就會回本 然後很多作品其實都是今年演了明年再演 他們想要回收的那個時間是放的比較長的 然後投資的單位可能也會比較多 就除了音樂劇的製作公司之外 他可能還會有一些像電視台 然後唱片公司 對他就是投資來源是很多 相對來講他在媒體的曝光 他各方面都會有比較多的資源 那所以他們就是像其實白老會他還有外白老會 甚至還有外外白老會這些 那韓國他有到這麼發達嗎 就是以這個音樂劇的形態來講 我覺得可能不會像就是白老會那麼明確 還有一環又一環就是越外圍 可能是越小型越原創 但是像我剛剛有講過就是大學路那個地方 他也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劇場 可能從不到一百人的然後到一千人左右 對然後在那邊的確會有比較多實驗性的原創作品在發生 所以你在韓國就是交換學生的這段時間 它是影響你回來就是走音樂劇的這個工作嗎 還是你可能醞釀了然後有一天突然就覺得 是什麼情況會讓你 應該是說就是在那邊看了這麼多戲之後 就越來對音樂劇越來越喜歡 所以回來的時候就想說那 因為我念的是表演藝術的產業行銷 然後就覺得那不然可以先從製作方面開始試試看 那後來就漸漸的跨足到創作來 所以在那邊的生活有沒有帶給你什麼樣的想法 我覺得在那邊就是看了很多的作品 對大概這幾年累積下來看了八十幾部音樂劇 對然後我覺得看 因為其實沒有真正的學過所謂的音樂劇創作 那台灣也沒有這方面的教育資源 所以絕大多數的創作的一些知識都是來自於作品的觀摩 對所以我覺得在那段在韓國看戲的 是真的給了我非常大的養分 那有就是你想要投身這個音樂劇這個方面嗎 那會不會就是就是你已經在做這個事情了 就是也是走在台灣的前面 那會不會就是比如說我們家人都會有給我們很大的壓力嗎 你有沒有這方面的困擾 沒有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 那這樣還蠻不錯的 對我算是很幸運的 因為你在資歷上面就是你的 其實之前有在國會當助理對不對 對 那這個聽起來我們就聽起來會覺得好像很威這樣 沒有那其實我覺得在國會當助理 算是可以想成就是一種文字工作者 對在那邊其實也是幫忙寫一些關於文化方面的提案 或者是對主要是這樣子 所以在那邊做的事情 我覺得跟大家想像不太一樣 就是助理分很多種功能的 然後我自己在的位置比較是幫忙寫文章的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好像跟 會不會跟你在寫劇本 或是在寫歌詞的時候會有相關嗎 就文筆這方面 跟寫論文的時候比較像 就是你得想辦法去論述一些事情 或是去要找很多資料來做類比 去說服別人說為什麼這樣的文化政策是重要的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這樣做是不對的 因為可能韓國他們對文化補助的方式是跟我們不一樣的 他們有他們的階段性 那如果台灣要做的話 是不是可以怎麼樣去仿效或是學習他們的做法 當初在立法院的時候比較做的是這方面的事情 那因為你們的就是你們創作的音樂劇其實形式蠻多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你們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你們有做影集式音樂劇 然後有一些音樂劇極短片還有獨角音樂劇 就是為什麼會想要用這麼多的形式來講述音樂劇 一開始做影集式音樂劇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那時候我在韓國看很多事情 然後就覺得他們的演員蠻幸福的 因為一檔戲可能演很久 定目演出 那不像在台灣就是演員到處嘎好多不同的作品 然後那時候雅皮書店他們也有這個意願 就是讓我們可以在那邊做演出 當初的想法是 那我們就可以在那個場地定下來 然後可能週末都在那邊演啊 然後一集就可以演三個月 那演員他們就可以持續的不斷的 在一個作品上面有收入跟演出 當初的出發點是這樣子 那當然因為場地的規模還是太小 它其實對於成本來說是比較入不敷出的 然後就是一開始做影集式的想法 再來就是會想說影集式比較容易 我們如果觀眾喜歡的話 我們可以累積跟培養觀眾 再來就是我們希望他可以一直的演出 就是當他口碑傳出去之後 觀眾想看的時候就看得到 而不是今天一個作品演完之後 然後雖然口碑很好 但是大家也不見得再有機會可以看了 對 然後就是當初的想法 那音樂劇集短片的話是比較有趣的是 其實在創作的過程中 有的時候很多寫出來的歌 可能就會被導演或是編劇打槍了 對 那並不是說那個歌可能不好 或是怎麼 或者是通常只是因為導演覺得不對 不適合 對 那就覺得 累積了一定的數量沒用上的歌 然後我們想說那有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讓這些歌被聽見 所以那時候就跟楊軒一起做了那個 幾難錄一段奇好的幾短片 就是把一些我的作品 然後我們把它重新寫一個短片的故事 讓這些歌可以再被拿出來唱 對 那獨角音樂劇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回歸到一個 那時候我們參加了一個直播比賽 廣義精進會辦的華文原創音樂集結的一個創作比賽 然後那時候時間非常的趕 然後要想說要怎麼樣可以在短時間準備好這個比賽的話 演員如果太多的話光敲時間都來不及了 所以我說那不然我們就先做一個獨角的片段 對 然後後來就覺得都已經做了30分鐘了 不如就把它做完吧 對 然後因為平林是我非常要好的音樂劇演員朋友 就想說那不然我們就一起來挑戰一下 他就是我第一次嘗試劇本的創作 然後他也第一次嘗試演出一個獨角戲 那這樣演員不就非常的會不會很累 對 他就是一個人撐了90分鐘 然後整本劇本十六七首歌吧 對 因為我們知道獨角戲其實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吃演員的一個表現方式嘛 那不要說就是以一個話劇的形式 或舞台劇的形式在演 他就已經是很累了 你是要分事多角 那他在唱的時候 他要記這麼多歌耶 那他當初是這個挑戰應該蠻大的 你們是怎麼克服過來的 我覺得好像背歌詞跟唱歌這件事情 對他來說難度不高 但是相對來講的確是形式很多 包括他體力上的調節 然後跟角色的轉換 這或許是比較困難的地方 對 所以相對的你也是要就是整本劇本 然後全部的音樂跟歌詞 對 那這麼大量的工作 你那時候會不會有什麼撞牆棋 或是靈感賭注 我覺得在那一次的創作經驗裡面 反而不是靈感賭注的部分 是的確就寫出來了 然後比較多會去要思考的是 因為只有他一個人唱滿全場 然後要怎麼樣讓音樂的風格有變化 然後觀眾不會聽了無聊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比較是 因為是我第一次寫劇本 可能一些情節上的設計 或者是劇情上的鋪排 比較不那麼理解 知道怎麼做比較好 那導演會給我一些意見 那反而是有了意見之後 要去做進一步的修改 這個東西比較困難 所以他一個人 這個故事其實是好像是在講一個戀愛對不對 對比較像是一個女生 到了三十幾歲的時候 然後可能會覺得該結婚了 各方面生理壓力或者是社會的觀感 那他覺得要結婚 所以他很主動的跟他的現任男友提出了 說要求婚這樣子 但沒有想到被拒絕之後 一連串的事件 那剛剛我們提到那個 就是影集式的音樂劇 這邊因為你剛剛連著一直講 我比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你們在書店做的那個 他也算是一個環境劇場 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蠻像的 因為我們真的 就是道具 不僅通通都是現場 對 那你們在設計的時候 會就是直接把那些環境 就是設計進去嗎 應該是說這個戲 它更特別的是 它是一個集體 即興發展的音樂劇 那我們當初就知道 在一個書店演這個故事 所以有一些基本設定就是 這是會是一個在書店發生的故事 對然後我覺得並沒有特別去 但知道我們演出的場地就小小了 它是一個很溫馨跟親密感覺的音樂劇 所以我覺得整個大家在發展角色 或是故事的過程裡面 其實就自然而然有這樣的親密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聽起來 其實你們製作的音樂劇是真的很有自己的特色 因為一般我們想到的音樂劇就是氣勢磅駁這樣 我覺得這裡有一個很現成考量就是 其實當你沒有這麼龐大的資金的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史詩般的音樂劇 在國家劇院的舞台上演 對那相對來講台灣的場地也很少 然後在小型的場地 比較低的成本下面的話 的確是我們想要創作的時候 應該怎麼講 那個門檻會稍微低一點 作品比較容易被呈現出來 但是這樣的感覺就是會讓觀眾跟 跟這個東西還有你們的作品 它其實的確是會比較近的 而且那個親密感好像會把觀眾拉得更緊 初期的時候觀眾那種 因為這樣的親密感 所以真的累積了很多很忠誠的觀眾曲 我覺得它是就是很像一種音樂劇沙龍的感覺 就很精緻啊很精緻 那我們剛剛提到就是心詞又會製作 然後又會寫劇本 然後又會寫歌詞 然後又會作曲 然後你有配過樂嗎 我主要會有一個搭配的編曲 然後來協助 讓音樂的可能層次啊或是豐富感更強 通常這麼大量的工作 你是怎麼樣去安排你自己的狀態 或是時間你怎麼拿捏 我覺得就是所謂自由工作者 就是無時無刻都愛工作 然後一旦有那個期限壓力的話 你就會讓自己一件一件事情去做 然後可能會想說 如果現階段劇本跟音樂是比較急的時候 當然就從劇本跟音樂下手 然後我覺得 最近創作有點累的時候 可能就來處理一下宣傳啊或是資格方面的事情 所以你寫劇本的時候你是 你有學過嗎 還是你看了很多就是 我覺得沒有學過 沒有學過 然後只是在 我有一些可以請教的 老師們朋友們 像之前不讀書俱樂部的導演大人 然後他就在 我那時候在寫空落劇本的時候 也有詢問過他的意見 他就跟我講說 基本上的順序你得先怎麼做 對然後或者是去查一些資料看書 對一些很坊間教的很基本的編劇的方法 對 那所以你比較熟悉的其實還是音樂這塊部分對不對 對 那你怎麼 你用你的方法 你怎麼樣去把 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 就是像國外的音樂劇 好因為他們唱英文嘛 那他們的語言聲調是比較 我們說比較平啦 那像你想要把音樂劇就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音樂劇的音樂 它其實有一種很很特殊的風格吧 就是一個和聲啦 或是我們聽到的 那你會不會遇到困難 就是說怎麼樣把我們的中文放在這個音樂裡面 會不會有什麼困難 我覺得就是大家常常會講中文有那個四聲韻的問題 然後跟旋律也有它的上下行的走向之類的 那那時候我們在做不讀書的時候 因為絕對沒辦法打字母的那個空間的狀態下 然後再來就是我在韓國看的戲也從來沒有打過字 沒有看他們打字母 所以要怎麼樣讓演員唱出來 觀眾就能夠聽得懂 就是我會在寫曲子之前先去一直讀它 反覆的讀那個歌詞 一來是先去感覺 我覺得在做詞的人 他們心裡一定有一個節奏 先去感覺那個歌可能會有的節奏 然後再來就是去寫符合那個聲韻 中文的聲韻裡面的旋律這樣子 對 然後至於會是什麼樣的曲風 或是整個風格速度各方面的 我覺得都是劇本吧 去感覺這一段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音樂 然後去做這樣的旋律 所以我自己還蠻喜歡進排練場看排 因為我覺得在那樣的環境下 有時候看到演員他們在讀本 或者他們在處理這段戲的時候 你會對於要創作的音樂更有想像 就是會刺激你一些 因為你自己在房間裡想到的 可能是一種表演的狀態 但畢竟我們不是學表演 我們能做的表現 可能都是那種很基礎很低階的 但是有時候進到劇場 然後演員也會跟你說 其實我看這段詞的時候 我想的詮釋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這對於作曲來說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所以這個其實它好像會有一種 就是相輔相成的感覺對不對 你有沒有什麼比較 就是印象深刻的曲子 就是你自己寫好之後 然後被演出之後 就是印象很深刻 演出印象很深刻 就是會讓你覺得說 哇自己作品在台上面 被唱出來就是這種 特別撼動的那種時刻 我覺得這應該是 不讀書俱樂部第一集的時候 最後一首歌 它是柏林的雪的 Reprise 但是那個時候 大人在寫最後這首歌詞的時候 因為有六個角色 他其實把每個角 除了主題的第一首歌 主角的再現之外 每個角色出來的時候 都會唱幾句 他們在前面唱過的歌 這個想法是 我們一開始會覺得很困難 你要怎麼樣把一整齣戲裡面的很多首歌 然後重新remix在一首歌裡面 對 可能就會想說 這在曲子上啊 和聲上啊 一定會有過不去的地方 但是後來真的 算是 我自己覺得是很漂亮的 把這整個東西 全部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第一次看到那個歌 在台上被完整呈現出來 自己是覺得很感動的 那個想必一定是下了非常大苦功吧 我覺得很神奇的是 但是在那個真的全部可以結合在一起的瞬間 你就會想說 是冥冥中注定好啊 是代表整齣戲的音樂有某一種氛圍嗎 還是什麼 就不知道 但是可能也跟 大人在挑哪一個段落的詞出來的時候 對 是挑了不這麼困難可以結合起來的 我覺得那都是有很多很巧合 對 要說巧合也可以 或者是很精心的設計 對 那你們9月的時候會有一個新戲要上演對不對 就是最美的一天 最美的一天 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連續聽這個最美一天的幾首歌曲 我們今天呢有四首歌曲來聽聽看 第一首呢就是 它算是主題曲嗎 最美的一天 它算是 對整個戲的概念吧 那這個最美的一天的這個故事呢 它是在講什麼 它其實在講的是 有一個單親的媽媽 然後她獨自扶養女兒長大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她卻發現自己得了癌症 即將不久於認識 那大家會覺得這樣的故事可能很悲傷 或是媽媽自己本身很傷心 她當然很傷心 但她在想的是 當她未來如果不能陪伴在這個女兒身邊 陪她長大的話 她可以用一個什麼樣的方式 去教導她和女兒 然後讓她這個愛的精神 可以延續在女兒未來成長的身邊 這個故事是怎麼發想 為什麼會想要寫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一開始是我在韓國念書的時候 我買了一本給小學生看的小說 然後叫做紅豆給媽媽 對那後來發現 它其實是MBC電視台拍的一個真人紀錄片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那時候台灣還蠻少在講母親母女議題 或是以女性為主角的音樂劇 然後純女生演員的音樂劇也很少 然後我身邊都是一些女性的音樂劇演員 他們那時候也會講說 其實台灣女演員 音樂劇演員 機會相對來講比較少 所以那時候就跟楊萱琴說 那不然我們來做這樣的一個音樂劇 對然後楊萱琴就在這次擔任導演跟編劇 把這個作品寫出來 所以其實它好像是一個很情感的 就是很內心的音樂劇 它講的比較是母女之間的相處 然後帶有一些生死異體的探討 就是死亡不見得真的是悲傷 而是我們要怎樣去珍惜我們生命中 每一個每一個相處在一起的瞬間 你們在做的音樂劇感覺都是比較探討情感 會有這個取向嗎 還是說本身就想要傳達 就是想要用音樂劇傳達什麼 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音樂劇類型 的確是希望可以觀眾進來看的時候 能夠心情上有所共鳴 它可以在看戲的過程裡面 不見得是獲得些什麼 而是它能夠讓自己投射在裡面也好 有情感的抒發也好 然後或者是獲得一些療癒也好 就是我自己在創作音樂劇 製作音樂劇希望能夠達到的目標 那你在寫曲子的時候 就是說 一場下來 那劇本身就是也不是很短吧 你是要怎麼樣去克服說就是 你到底會讓音樂種整個同樣的色調呢 還是想要有不同的風格 你是要怎麼去拿捏這個問題 我覺得在這次的戲來說 因為它就是講一個蒙面情感的戲 所以它在基本上它一定會有 整個戲都會有一個同一的色彩 對那只是 譬如說速度上的快慢 應該是會比較從 在劇本分場出來之後 音樂的結構也會跟得出來 所以必須要去調劑觀眾他們的耳朵 對你不可能一直都是心情歌 然後他們酒也會膩 感動也不感動 對所以會比較會用這個方向去想 就會去考慮觀眾在聽覺上 或是他們現在在整個觀看上的需求是什麼 所以這個整個戲的製作 都是由你的CMU員自己一手操刀的 這次的話 這次的作品就是也正常是 有獲得廣益基金會的委託創作 對所以在經費的部分 他們給了很大的協助 然後包括一些宣傳資源 然後那在創作跟製作的部分 可能就是CMU自己在做 那像這首歌是思念出生的 對 這首歌它是在內容是在講什麼 這個戲的話其實是一個倒序的方式 就是女兒長大了之後 去回憶跟母親的這些時間 那這首歌就是開場的一首歌 對長大的女兒她開始出來思念她的媽媽 然後跟大家介紹她的母親是個什麼樣的人 然後媽媽在過去過世之前 曾經對她說過一些什麼樣的話 那這些事情她其實都還記在心裡 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戲是只有兩個人的戲嗎 總共有四位演員 然後角色雖然只有兩位 但是養生在這次的導演手法上面 她選擇了一些有長大的女兒長大的副版 跟小時候的女兒 然後也有媽媽跟所謂象徵母親的附屬 的一個狀態 因為像媽媽很忙碌的時候 我們用一些比較多的媽媽們的狀態 就是這個戲它雖然講的是一個 特定的媽媽跟一個女兒 但是這些經歷的過程其實是每一個女生都經歷過 這個故事是感覺是非常的 就是還蠻感人的喔 好 我們這邊今天 我們都忘了 聊得太 太 太入戲了 忘了來看這個 觀眾的提問 這邊有人問 就是最美的一天看了會大哭嗎 大哭嗎 看你類型的標準在哪裡 但是 你們會不會特別去安排一些 就是衝突點 就是 你是說母女之間的衝突嗎 或者 對就是一些戲劇上面的衝突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他們就是 好 我這樣舉例好 就是比如說有一些電影 你看了就是你很理性的看 你就會知道說 他這邊就是要讓我哭的 會有安排這種 但我覺得因為音樂劇很厲害的是 就是他有音樂的催化 我記得我在韓國也看過一個某女戲 就是即便我從頭到尾都超理性的知道 他要幹嘛 但是到了那點之後還是眼淚控制不住 就是他很巧妙的會去用一些 一定會勾起你 想起你跟媽媽之間相處的狀態 然後那種時候就是一定會掉眼淚 然後我覺得最美的一天 其實我們並沒有刻意想要讓大家哭 對但是我相信因為裡面很多片段 是很母女相處的日常 在這個狀態底下 只要稍微 這個人有點想麻麻 可能眼淚就會掉下來 對 所以我很難保證說你會哭不會哭 但是就是記得帶衛生紙 好 所以這邊問一個比較私人的問題 這個會有你自己 你在寫的時候會有你自己的投射嗎 因為劇本主要是養孫在寫 對我相信可能比較 裡面可能真的有一些些關於他跟母親相處的故事 對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故事本身在講的媽媽的偉大 或者是媽媽為了小孩很堅強勇敢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就是 我母親也是一個這樣的人 這樣子的故事 我們現在接著聽的是一首叫媽媽不在家 這是一個非常輕快的歌曲 對 那這個 是在什麼時候會 為什麼會有一個 其實就是在 講 女兒還很小的時候 對 那當然 整個戲裡面製造很多 媽媽跟女兒像很溫馨的部分 但其實小朋友都是調皮的 媽媽是 其實是原格會管教她 對 那在媽媽不在的時候 她就很開心 可能在家裡玩風 對 對 那其實也是很希望能夠在 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個戲從頭到尾可能都會很 有一種很悲傷的情緒在 但是沒有 就是我們也會帶給大家一些 歡樂 歡樂片段 嗯 因為這個聽起來就是 一個小朋友自己在家開舞會 然後 她裡面很有趣就是 她有穿媽媽的高跟鞋對不對 對 聽說很多小女士小時候都會這樣做 我自己本身沒有 對啊 就是會拿媽媽的化妝皮吧 去用個亂七八的畫面子 那你在寫音樂的當中 嗯 是跟 是跟楊瑄討論嗎 還是說你會有自己的 這首其實 一出來楊瑄就很明確的跟我說 她希望是一個 什麼樣風格的歌 對 因為這個段落是 戲裡面 難得會真的很 我非常非常開心 嗯 然後她也已經有 她的畫面上的想像了 嗯 所以我們就 在她希望的狀態下去 做了這首歌 嗯 這個演出大概是 多久的時間 大概75分鐘 然後我們音樂 基本上從頭到尾都沒有斷 一首又一首歌 總共15首歌 嗯 嗯 我是定位問一個比較刁難的問題 你剛剛說 大概75分鐘 是耶 但是你剛剛卻說 這首歌是比較難得的一個 歡樂的感覺 不只這一首啦 對 嗯 這是其中一首 因為如果15首歌的話 裡面大概有四五首是 快樂歌 但是這首是特別歡樂的 嗯 就是那種開心的情緒不太一樣 嗯 這首就是直至歡樂的歌曲 嗯 嗯 所以這個劇 它就是完全是 在講母女之間的嗎 它有沒有別的情 談到別的情感 還是說就是緊扣的這個議題這樣 算是很緊扣公里之間的 一個關係這樣 嗯嗯嗯嗯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這邊 好 對 就是 我們通常都是會 一邊回應觀眾的 對這樣 然後呢我們這邊有人說呢 今晚的訪問太舒服了 因為兩位的音調很安穩 我們這邊謝謝這個 就是 謝謝這個 嗯 是八點還不適合這樣 對對對 但是 所以我要稍微 強調一下 就是我有感冒了 所以聲音會比較低沉 好嗎 那 嗯 你在做這個音樂劇的時候 大概籌備的時間是多久 嗯 其實有這個劇 嗯 這個劇本的發展最早就是 那時候2013年的時候就是拿出來討論過了 哦 其實這個中間經歷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到 後來確定拿到了 呃 時間劇場的檔期 跟廣義基金會的 那個 那個 維托創作之後 嗯嗯嗯嗯嗯 然後前前後後從 養生開始寫劇本 然後現在 大概半年多的時間 嗯嗯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是一直放在你們的 心裡面 覺得有一天要做它 哦 這個真的是我覺得 有時候 創作就是一種緣分 嗯 就是 它其實就好像是一款 扣了一款 嗯 就是如果你沒有到 韓國去 交換學生的話 嗯 你沒有看到這個 我們可能今天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個戲 對 有沒有覺得說特別想要在 這個戲裡面就是 傳達給觀眾 或是寄託一個什麼 東西這樣 嗯 嗯 我覺得比較 對我來說比較會是 我覺得有的時候 跟親 很親的人 或是家人之間 嗯 很難 真心的去表達感謝 或者是說出關於愛這件事情 嗯嗯 但是在 這個作品到底不是要 叫大家大聲說出來 嗯嗯 而且我覺得它是很適合的 但你真的很想要感謝的 或是想要對他們說 很愛你的那些家人 一起來看這個作品 我覺得就是有些話不說出口 但是就是在看這個作品的過程裡面 會一起感受到 嗯 我們第一次對自己的愛 嗯 這首我們現在播放的曲子 叫做童話故事 嗯 那其實同樣也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首歌曲 這首曲子是在講述什麼樣的內容 其實它是母親對女兒說的一個故事 那主要是母親想要跟女兒講的就是 裡面用駝背的女孩 嗯嗯 來譬如就是一種殘缺 因為呃女兒是單親 嗯 然後接下來就要沒有母親了 嗯 他就會是一個沒有父母的傷害 嗯 對那在這樣在他成長過程裡面 或許就是會讓他遭受一些困難 嗯 那媽媽想要跟他講的就是這個駝背 或許他再有一天 他其實是一個吃吧 嗯 他會在你人生不同的階段的時候 再跟你不一樣的吃 嗯 我在這邊聽到就是 已經要奇蹟一個大 因為他其實裡面有一個詞 就是大家都叫他怪物嘛 嗯 我那時候在聽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這個 他背後的故事的含義的時候 我想說為什麼就是 會有這麼激烈的一個 笑言霸贏的狀態 是 對就是會有一種那個感覺就是 嗯 不過就是單親嘛 為什麼會被稱為怪物這樣 這個也是你們想要表達的一個議題嗎還是 應該是說我覺得 我覺得 嗯 大家會對於單親啊 或是 有一些刻板的 既定的印象 嗯 但是其實 沒有這麼的不一樣 嗯 然後再來有的時候是一種 所謂三人成谷 嗯 嗯 不一定每個人心裡都是這樣的時候 但當有一個人跳出來 有這樣的聲音的時候 也很容易影響旁邊的人 對這樣的一個人 有不同的看法 或眼光 對 是沒有錯 這個音樂劇 感覺起來是非常的細膩 然後溫馨的 嗯 就是它是一個 會讓你看完 我覺得就是一個戲 就不一定說他要做的 聲光效果多那樣 但是我覺得就是 當你看完你走出戲院 可能十分鐘以上 可能半個小時以內 你都還在想這個戲的話 我覺得這個戲其實就很成功了 那我最後想要問的就是說 你們 當然近期內要演的 其實就是 最美好的一天真雲這個戲嘛 那未來有沒有想要做什麼 新的突破 新的計畫 明年的計畫主要是 希望可以把空落預見裡 原本是一個獨角線 嗯嗯 然後會把它做成 多人版吧 就是讓那些男獨角真的都可以獻身一下 所以因為在做獨角線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能會很期待那些 美好的男性 當然是今天要想像 然後希望明年有機會把它做成多人版 那些男獨角都真的出來 嗯 然後再來就是還 目前還沒有挑戰過的是 就是比較冒險或旋律類型的音樂劇 希望明年有機會可以嘗試做 嗯嗯嗯 那你們提到說那個空落預見裡 會不會 反而讓這個獨角戲的特色好掉 會不會有這個故意 我覺得應該 那個想法比較像是 其實獨角戲版本的空落預見裡還是會再演 嗯嗯嗯 然後這個概念比較像是 有一個同樣的故事架構 嗯 讓我們可以做一個新的音樂劇 嗯嗯 對然後 嗯 希望可以讓 其實故事不見得會完全一模一樣 嗯 會有新的角色出現 嗯嗯 那他就是 等於是有一個IP在那邊玩 對 然後做不一樣的發展 然後他有更多的可能性 嗯 但是歌曲會有新的過程 都會 基本上都會是新的歌曲 哦 那也是非常的期待 你最後再幫我們 就是介紹一下你的那個最美好的一天 它是什麼時候 呃 9月7號到9月10號 在實驗劇場也有無常的演出 對 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詳細的細節的話 可以上Steam Music Pro的粉絲專頁 那購票的話可以上兩個音樂的售票系統 嗯好 我們謝謝我們今天的那個才女張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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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呢 請支持訂閱我們 謝謝